那法藏必求成佛了 向普门评 观世音菩萨所说的 应以佛神而得度者 即现佛神而为说法 应以菩萨神得度者 即现菩萨神而为说法 那三十二一 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说 能生万法 能生是自然生的 不是有意思生 如果有意思的话 它是凡夫 这个要知道 法神菩萨 不起心 不动念 拿来的意思 那怎么生 众生有感 自然有应 随众生心 应所知量 众生想佛 信佛神 是他想的 佛有没有想 佛没有想 自自然而言 自自然而言 那他想菩萨 想菩萨神 他想天人 信天神 他想什么 信什么 他想中断了 想就灭了 自然没有 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先前 是不是阿弥陀佛从极乐世界到这来了 不是 当初出生 随处灭尽 阿弥陀佛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所以佛没有来去 啊 现身在面前没有来 啊 现身在面前没有来 啊 忽然消失了 他没有灭 没有生灭 生灭是家乡 所以 佛菩萨现身 能说 空 无相 无怨 三空三美